如果说要从往返两地一段长距离最快的交通工具 你会回答什么呢? 飞机?确实是 但如果憋除地理限制的话 高速铁路肯定是其中一个方案 自世界上第一个商业高铁系统于1964年开始在日本营运以来 高速铁路系统开始逐渐蓬勃发展 目前中国的高铁路网规模最大 路线距离高达4万公里 占世界总路线的三分之二 高速铁路的速度是一般普通铁路的两至三倍 营运时速高于200公里以上 广义的高速铁路包含使用固定轨道的运输系统 所以除了轮轨列车外 次负列车也算是其中之一 今天小编就带大家体验一下 陆地上最快的高速铁路 看看速度到底有多快 以及他们一些不为人知的冷知识 世界自在每周一晚上带给你精彩的内容 现在就订阅起来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每周精选的主题排名 准备好了吗? 排名马上开始 第五 上海磁悬浮 上海磁悬浮是上海的一条磁悬浮列车线路 属于上海轨道交通的一个部分 连接二号线东阳路站与上海普通国际机场 正线全长29.86公里 单线运行时间约8分钟 发车间隔为每30分钟一趟 采用德国Transrapid技术 最高时速为每小时431公里 但受疫情以及机场客流下降影响 目前云应时速调整为每小时300公里 上海磁悬浮县于2002年12月31日举行通车典礼 但实际上投入商业运营是在2006年 期间进行各种测试运行以满足安全需求 主要解决连接浦东机场和市区的大运量高速交通需求 它是世界上第一条也是目前唯一一条商业运营的高速磁悬浮列车线路 具有交通、展示、旅游观光等多重功能 浦东的单程车票为50元人民币 如果旅客手持机票或公交卡 则享受减免20%的邮会价格 值得一提的是 磁悬浮列车系统运营费用非常昂贵 上海磁悬浮每公里的建设成本约4000万美元 自开通以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不过其建设是为了试验中国铁路基建的未来 包括未来整个高铁网路转为磁悬浮 能从目前实际商业运营中累积经验和分析数据 至于未来的发展规划 则是将上海磁悬浮线延伸至浦东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 并预留进一步的向南延伸的条件 长期计划则是将其扩建成为机场快线 届时将连同最终到达红桥站 第四、和谐号CRH380A型电力动车组 支援中国铁道部为营运 新建的高速成绩铁路及客运专线 以日本新干线12C1000翻台的CRH2型电力动车组为原型 基础上改款的高速动车组 营运速度为每小时350公里 但最高实验速度能达到每小时481.1公里 目前该型号列车总数为40列 于2010年开始进入沪宁高速铁路和护航高速铁路 首次进行高速实验 并成功先后刷新中国铁路第一速 实际投入载客运营则是同年的11黄金周 为了应付大量来往南京和上海往返客流 在沪宁高速铁路担当临时高速动车组旅客列车任务 首次载客运营成功执行后 陆续在各个钻线投入载客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 由该型号衍生的新一代改版 例如广深港高速铁路的CRH380A02系 通行CRH380A和CRH380AL 都是经过了不同程度的改造和优化 例如新投行方案减低空气阻力 改善车厢内部结构减少高速运行共振 提高了转向架的稳定性和减震效果 使用新型噪音吸收和阻隔技术材料 进一步提升了层座的舒适度 除此之外 列车内部的空间设计也与飞机内部格局类似 包括了座位数的排列方式 拥有豪华的商务座车 VIP包间的观光区特等座 还配备餐车、敞开式洗漱间等服务 第三,法国国铁TGV POS列车 TGV POS列车是法国国铁公司的高速列车之一 POS是德语、巴黎、法国东、德国南的缩写 先于东部、欧洲高速铁路进行营运 2007年4月3日 法铁以编号4402的TGV POS列车进行测试 达到了最高的时速574.8公里 TGV POS列车主要在法国境内运营 服务于从巴黎到法国东南部和大西洋海岸的各个城市 此外,它还可以进入比利时、卢森堡和瑞士等临近国家 TGV POS列车一共有18组 每组TGV POS有8辆现役TGV Resort单承载客车箱 以及2辆新型动力机车组成 TGV POS列车的设计基于前一代TGV列车 但在车体上进行了优化 使其更加流线型 并采用了更多的复合材料 和钛合金来减轻重量并增加强度 列车内部也进行了重新设计 包括更宽敞的车厢和更加舒适的座椅 TGV POS列车还配备了先进的通信和安全系统 以确保列车的高速和稳定性 所以列车的承载力因车厢数量和座椅布局不同而有所猜疑 一般情况下 一辆TGV POS列车可以承载大约380名乘客 在高峰期和节假日等特殊情况下 铁路公司可能会增加列车的车厢数量 以满足更多载客的需求 此外TGV POS列车也配备了多种座椅类型和等级 同时还包括无障碍座位 家庭区和青年区等不同类型的座位 第二 CRRC青岛四方2021年慈旋浮列车 CRRC青岛四方2021年慈旋浮列车 以时速600公里的顶速被广泛认为是中国最快的列车 正如该列车的名称所述 它于2021年建造有5节或10节车厢 每次可承载超过900名乘客 十分适合高铁枢纽站等客流量大的站点使用 该列车采用了全新的永磁直线同步驱动技术 能够在磁悬浮轨道上平稳运行 CRRC青岛四方是中国的一家制造企业 研发历时10年是中国磁悬浮列车技术的重大突破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声称这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速磁悬浮交通系统 由30多家行业优势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 产学沿用联合参与 不过在研发和生产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 由于涉及到先进技术的知识产权等问题 改项目曾经多次遭到来自国外的压力和限制 然而在CRRC青岛四方的工程师和技术团队 在经过不懈的努力和探索之后 终于成功地将这一先进的磁悬浮技术应用于实际列车的运营中 此外该列车还采用了一系列的智能化技术 如列车自动驾驶、无人售票等 为乘客提供了更加便捷和舒适的出行体验 这些技术的应用不仅提升了列车的运行效率和安全性 同时也为中国未来高速铁路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示范 第一,日本的L0系列磁悬浮列车 日本的L0系列磁悬浮列车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列车 其时速最高可达603公里 该列车于2021年建成 由JR中央新干线公司研发 由12节车厢组成 它承载能力很大 可容纳728名乘客 列车的前部配备了一个超长流线型鼻子 是为了减少阻力和能源消耗的设计 日本L0系列磁悬浮列车 目前仅在JR中央新干线的试运营线路上运行 该线路位于日本山梨县的线性实验线 测试线路的总长度为42.8公里 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磁悬浮试验线路之一 由于该车型的商业化运营线路尚未建成 因此普通乘客目前还无法在车上感受到其高速行驶的震撼和速度感 不过如果你有机会前往日本游玩并对此感兴趣 可以前往JR中央新干线公司的磁悬浮体验馆参观 该博物馆内设有磁悬浮列车的模拟体验装置 可以让你近距离感受L0系列磁悬浮列车的高速运行 此列车采用超导磁浮技术 通过电磁铁在轨道上形成磁场 将列车悬浮在轨道上消除了与轮轨之间的摩擦 而大大降低了空气阻力和运行噪音 除此之外 L0系列磁悬浮列车还采用了一系列创新技术 如高强度的碳纤维车体 智能化控制系统和先进的空气动力学设计等 成为了现代高速交通领域的先进技术之一 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 或许在不远的未来超级高铁的诞生 能让人类在入地上也能享有时数1000公里的震撼 对这个想法你觉得有望实现吗 会在底下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 好了以上就是这期影片的全部内容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同样时间见 拜拜